大家好,爱情运的小猫君和大家见面了2023AA2023Asia Artists Awards 一日宣布今日颁奖典礼的获奖者 演员部分由李军浩及金时正获得人气奖 歌手部分自由林英雄及鹰版46拿下 2023AA颁奖典礼的人气奖100%由粉丝投票决定 今年从10月24日到11月9日进行预选投票 并于11月14日至11月30日展开决赛的网络投票 最终获得AA男子歌手人气奖的是45.1%得票率 获得121万9066票的林英雄 日本女团鹰版46则以55.1%得票率 257万2760票的成绩 拿下AA女子歌手人气奖 韩国人性男团2PM成员李军浩 以得票率43.8% 139万6638票 摘得AA男演员人气奖 女团IOI与哥哥胆出身的金氏正 自以40.2%得票率 55440票 获得AA女演员人气奖 其中林雄及金氏正在去年的AA颁奖典礼中 也获得了由粉丝投票决定的DCM人气奖 连续两年拿下人气奖 2023Asia Artist Awards in the Philippines 颁奖典礼将于12月14日 在可容纳5.5万人的菲律宾体育馆 菲律宾 Arena巨星 活动由IVE成员张元赞 江丹尼尔以及Zerob Sano的成寒兵主持 参与本届AA颁奖典礼的歌手 有权恩费 金载中 New Jeans The Bite 2 Dreamcatcher 丁丁 Lapilus Long 8 Lisifem Boy Next Door Seventeen的Fu Shu Shun Stay The Three Kids Yao Chen Ash Island One Earth Night Mix 李永志 林英雄 Zerob Sano Captor Kingdom Tapist Hurism AKMU ATBO ITZY KARD 英版46 Antim 菲律宾男团 SB19等 英演员身份出席2023AA的 还有金轩虎 金士正 金永大 文佳音 XO成员Souho 安同秋 安孝谢 柳善浩 UKISS成员李俊荣 2PM的李俊浩 李准贺 DKZ的朴仔灿 郑星义 车猪鹰 板口 剑塔狼等人 出道15年的李俊浩 是金子 终究会发光 很多人因为李俊浩 在《衣袖红香编》里 饰演的王氏孙 李蒜 而迷上了他的魅力 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爆红 2008年 刚从野兽男团 2PM出道的李俊浩 每次镜头一带到他 就被摄影大哥 拉远景 出镜率跟存在感都不高 在文明特辑专访时 提到2PM在舞台上 轮到自己的part唱歌时 总是被摄影导演 拉远景或全景 但依旧努力表现 现场遗憾的事情很多 但他一直默默耕耘 也拥有一副好歌喉 断裂身体并参加抵御节目 并从偶像歌手 变成了实力派的演员 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首次说到广大观众 注意的作品 是2017年主演 金科长的薛律一角 反派气质让人又爱又恨 还和男公民前辈 一举拿下了当年多的最佳CP 话题都不断 顺带一提 2021年末颁奖里 两人再度同框 被称作龙律CP的他们 也一直保持着好情意 男公民私下更赞上李俊浩 你这小子怎么这么会演 第二次大爆红 则是在他2020年当兵期间 俊浩穿着红衬衫 跳我们家的2015年直拍影片 在YouTube上迅速窜红 也让他获得了 我们家俊浩和李Fox的称号 拥有更高的人气 这首我们家也成功逆袭姻缘榜 除了歌唱舞蹈的实力特别好之外 他同时也是个运动健将 出演各大综艺节目 演技更是受到大众肯定 还轻松驾驭了2021年末的 MBC歌谣大集点主持 可以说是真正的全方位艺人 不过李俊浩之所以有现在这么火爆的人气 还是因为韩剧以朽红相边的爆红 不夸张 全亚洲的妹子 大概都深陷在演员李俊浩的魅力之中 凭着君主李蒜一绝 李俊浩不仅迎来演艺生涯的巅峰 挽救MBC电视台长达三年的收视烈士 更夺下MBC演技大赏最优秀演技奖 李俊浩在台上激动的说道 能够跟入围前辈一起出现 我就已经感到好幸福了 谢谢你们给我这个奖 我绝对会持续努力下去 李俊浩走户后身价狂飙 越发爱惜羽毛 南韩娱乐圈市场现在把李俊浩捧上天 除了剧本广告加到手软 有制作公司老板爆料 李俊浩身价已今升A咖等级 拼酬估计一级可达一亿韩元 李俊浩并没有被前朝冲昏头 反而放慢脚步 旨在挑选更适合自己的剧本 继续延长演艺生命 相当爱惜羽毛 他说通过这部电视剧让大家看见 现在我知道一定要努力做好 2PM是我的根 演戏时是演员李俊浩 不管是什么样子 都会像之前一样坚持不懈的去做 以下也整理了李俊浩主演韩剧 收视排行top5名单 指示相爱的关系 好评不断绝收视惨烈 欢迎来到王之国登第二 而冠军收视竟高达17.4% 李俊浩主演韩剧收视排行top5 指示相爱的关系 2.409% 指示相爱的关系 由善良的男人导演金振元 与秘密编剧刘宝拉作家合作打造 李俊浩 袁真儿 李吉宇 江汉纳 单纲主演 剧情讲述即使面对困境 也坚持到底的人们 彼此拥抱 互相疗愈的温暖爱情故事 指示相爱的关系 以大型建筑倒塌事故作为题材 故事心意又沉重 整体叙事风格慢且淡 却带着直至心底的忧伤及痛感 随着主角互相依靠 取暖的过程 观众也同时会受到治愈 疗愈人心的故事 深受喜爱 虽然整体收视不高 最高收视 仅有2.409% 指示相爱的关系 就受到无数好评 甚至被盛赞为 错过超可惜的好剧啊 李军浩主要韩剧 收视排行 Top4 自白 6.275% 自白由局势网红 Mother 金哲归 导演指导 李军浩 神炫兵 男气爱 刘赞明 领先主演 该剧 以5年前 一名杀人犯 因证据不足 被无罪释放的事件 作为故事开端 讲述在一世不在理的 法律限制范围内 寻找真相的人们的故事 自白 虽然整体收视不算高 却被韩国网友封为 2019年不可错过的 良心好剧 戴剧剧情 从一岸不二审为主周 整体节奏紧凑 又精彩 整出戏 毫无冷场 紧张感也是营造的很足 在青青县的刻画 也十分细腻 让观众都看得欲罢不能 越追越上瘾 李军浩主要韩剧 收视排行 Top3 油腻的Mellon 9.3% 油腻的Mellon 由奇怪的搭档 朴尚虎导演指导 极度的化身 编剧 徐书香 作家执笔 李军浩 张鹤 郑李源 单纲主演 剧情讲述天才厨师徐峰 酒店社长 斗七星 与才发独生女 段赛优 三个男女 比热炒锅里的油 更火热的生存 隐私和恋爱的故事 油腻的Mellon 虽然整体剧情平淡 观众评价不高 但李军浩与 郑李源的组合 却相当吸睛 两人CP感爆棚 粉红泡泡满满 互动逗趣又搞笑 也让这对相差九岁的 年下CP 收获了不少喜爱 油腻的Mellon 也因此收拾一路 从最低4.5% 攀升至9.3% 登上本排行第三 李军浩 主演 韩剧收拾排行 Top2 欢迎来到王之国 12.317 欢迎来到王之国 由你的倒影导演 林贤旭指导 将是校园编剧成千日开创 李军浩 林永儿 单纲主演 剧情讲述 无法忍受虚伪 微笑的财阀继承人 巨猿 与就算不情愿 但因为工作 无论何时 都得露出微笑的天色了 两人相约后 所展开的罗曼史 欢迎来到王之国 以酒店财阀继承人 与员工的社内恋爱 为故事主轴 虽然题材不新颖 老耿情节不断 但轻松又有趣的剧情 再加上 军浩 云儿爆棚的CP感 以及双双在线的喜剧演技 就让观众越追越上头 整部剧既扬眼 又笑点奢足 李军浩主要韩剧 收视排行top1 衣袖红香变 17.4% 衣袖红香变 改编自朝鲜时时 及江明江的同名小说 由自体发光办公室导演 郑之人 与君主假面的主人 编剧郑海利合作打造 2PM成员李军浩 华游记李世荣单纲主演 剧情讲述 将国家之与爱情之上的 帝王李蒜 与为了守护自己 幸福生活的宫女 承德任之间 所发生的 七美爱情故事 衣袖红香变 不仅角色人物 刻画鲜明 轻松与沉重并行的剧情 也相当引人入胜 李军浩 李世荣的高颜值组合 更是我花四射 CP感爆棚 两人虐心的爱情故事 也是观众看得泪直流 后景超强 即使波弊 仍令观众垂直无法走出 而衣袖红香变 也凭借精彩虐心的故事 收获广大喜爱 收视更一路从5.7% 攀升至17.4% 人气相当火红